美好的一天由早餐開始 有什麼比一個營養又好吃的牛油果雞蛋吐司杯呢? 一起看看需要什麼材料 有方包、雞蛋、芝士、煙肉、牛油果、鹽、胡椒和牛油 首先用麵粉棍將方包壓平 然後切走四隻角 在方包的其中一面均勻塗上牛油 將搽了牛油的一面向下放入蛋糕帽 輕輕按壓成杯形備用 然後就可以準備其他材料了 將煙肉切成小條 牛油果切成小粒 切完的牛油果記得灑少少檸檬汁 防止變黑暗 接著就可以將雞蛋逐隻打入麵包杯 再放在煙肉 牛油果 灑少少鹽 和胡椒調味 最後放芝士就可以去焗了 放入預熱至180度的焗爐 焗大約10分鐘 這個超好吃的牛油果雞蛋吐司杯 就完成了 如果喜歡吃流心蛋的 可以將焗的時間減少 就可以簡單做到流心效果了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 記得給個like我們 訂閱點專網的頻道 還有記得按下方的小鈴鐺 隨時緊貼點專網最新發布的影片 拜拜